好,伸直,左邊低,哇好低,右邊高,然後重,上面緊,下面比較短 彈高,兩個點的話,右邊比較高 那我剛才提到說左邊低,右邊高,那這個要把它分清楚 正常比順是1,2,3,正常比順是這樣 不過他在裡面寫3,經常寫成這樣,這是草書的3,比順會不太一樣 他的籤每次都寫歪歪的,有點姿態快要倒下去那種感覺 這叫姿態,千萬不要寫成直線,直線就變成電線桿了 就90度,那就電線桿了 這個模可以背起來,因為古代的模字跟我們現在模字都不太一樣 這個是可以背起來的 因為你再去看,你會發現,模字大家寫的都不一樣 你會搞混啊,你會不知道到底怎麼寫這個模 你就寫這個吧 千畝綠,哇這個綠也是很慘啊,這綠跟那個圓字啊 緣分的圓啊,也很像啊 很多說你真的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圓還是綠啊 當然它有一點小小的差別,但是齁,有時候那個差別看起來真的不太清楚 好,那這個圓拉得非常開齁,所謂非常開就是每一個橫畫跟橫畫 這個橫畫跟這個橫畫,這個橫畫跟這個橫畫 這個橫畫跟這個橫畫,雖然有關聯,可是我覺得拉得有點開 有點開就是距離啊,被拉得比較長了 所以這個字比較長形,然後下面呢,一樣它每次這裡都有縫 它就是留一點點那個,看起來有一個空間好像鬆鬆的 那這鬆鬆的空間啊,就形成它所謂的這種消散之氣 你會覺得哇,這個空間好像似乎比一齊來的寬啊 好,那下面同樣的步手啊,你看它的做法又不一樣了 這兩個寫近,然後發現它這個寫得遠 那又跟上面那個不一樣,上面間隔距離一樣 下面這個就故意有點遠近 好,那伸縮伸縮就做的比較特別明顯那種感覺 好,那這樣子,它的遠近跟這上面就不一樣了 好,那斜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點什麼,傾斜啦 就是一直往這邊走,一直往這邊走 看起來並不是垂直的喔 好,因為上面都有一點傾斜狀,所以這個再靠上去以後 稍微靠左邊一點點,拉過來右邊長 這個也都不是對稱的齁,都有短長短長 那因為剛才這裡斜過來了嘛 所以這個是從這邊落筆,再稍微靠左 所以那個字會有點這樣擺盪這樣擺盪的效果 行草書啊,那個行器的擺動啊非常重要齁 很多人都把它當成楷書寫快一點,那是錯的 楷書是對準的 可是行輸的行器是擺動的 這樣才會有姿態 千萬不要寫著,對著中央軸,對著準準準的 每個都乖乖地站在位置上 這樣會很奇怪 好,那這個其實都是縮緊的 只有這個地方是張開的 就像這個地方一樣 還很像一個電視的地方 這樣會有一個電視的地方 有些電視的地方 可以從這邊來看 可以從這邊落到 在這邊有些地方